- 重新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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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Lisa - 我是Kelly - 我是Fa - Kelly 你先跟大家道歉 - 幹嘛 - 沒有啊 大家很擔心你 - 我沒事啊 我沒事 - 是我媽有事 - 就是動了一個小小手術這樣子 - 對啊 他就是切膽囊啊 - 對 - 他現在沒膽 不能嚇他 - 我是怎麼確認那個 - 好哦 - 我是怎麼確認Kelly沒事的 - 我今天看到他換了新髮型 - 他懶了頭髮還剪了瀏海 - 那可早就 - 我確認 - 我就確認說啊 沒事 - 應該就是一些小事情這樣子 - 我不知道朱棣有沒有在聽 - 但我必須說我這個 - 朱棣是他媽 - 對 - 但我就是我有先 - 這個是早就約好的齁 - 他住院前我 - 他住院前我就去剪了 - OK - 而且我媽的醫生 - 我不要講她名字好了 - 但那時候她出來講話的時候我嚇到 - 因為她好像柯文哲 - 她就是褲子也穿超高 - 可是她也駝腰嗎 - 有 有 - 然後她講話很快很糊 - 聲音也超像 - 她一出來我就愣住 - 而且還不太想說明事情對不對 - 對 她講完 講一講 - 我問題還沒問完 - 她已經轉頭就走了 - 很有個性 - OK好 但醫術不錯 - 她是會開刀的 - 她會 - OK - 好 - 那既然一開始就講到了醫生 - 就是我們可以來講講柯文哲的愛將啊 - 好啊 - 一些新竹的 - 因為最近 - 因為最近 - 我說一些 - 一些 - 就只有一個市長 - 就是因為最近市他們還是不停的在 - 就是追蹤我們民眾黨的進度 - 嗯 - 就是我們自己之前就有講過 - 就是包含什麼 - 金門縣縣長 - 是民眾黨的金門縣縣長 - 是有收惠定驗 - 然後像柯市府那時候的 - 是有已經判刑了是不是 - 對啊 收惠定驗啊 - 然後 欸 有沒有判刑 - 我不確定 - 定驗就是有判刑啊 - 我覺得今天發的力氣好重 - 我好害怕喔 - 對 - 這幾天沒有錄音 - 你為什麼變成銷售的感覺 - 你有覺得嗎 - 還是因為她痘痘消了 - 我拉了一整個禮拜 - 好沒有精神 - 她有被判刑嗎 - 欸 有 她被判 - 欸 她是有 - 喔 她是無法連任啦 - 因為她之前收惠過 - 喔 之前就有收惠過 - 喔 之前就有收惠過 - 她是選霸法修法 - 喔 我們還在錄音 - 她是選霸法修法啦 - 因為她曾經有收惠 - 欸 是嗎 - 她現在是民眾黨 - 對 - 但她原本是國民黨籍 - 她曾經收惠被判十個月 - 嗯 - 所以因為選霸法的修正 - 因為今年通過那個選霸法的修正條文 - 排黑 - 就是排黑條款 - 所以她無法連任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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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一個就是勞動局長 - 那個陳信宇也是貪污被起訴 - 陳信宇也是本來民進黨閨的XD - 不要的 - 而被開除嘛 - 就是那個反通的那個 - 對 歐 - 當年她 - 柯文哲很保護她 - 堅持要讓她進台北市政府 - 好啦 滾得好啦 - 還有一個是她進辦的 - 那妳知道陳信 yourself有 - 唉我還在想哪個稱多少 - 哪個姓哪個余 - 陳 信 瑜 - 鄧東成 - 哦 嗯 我想起來 - 對 - 短髮那個 - 嗯嗯嗯 - 還有一個是進辦的 - 辦公室主任陳雅玲 也是貪污起訴 嗯 這些都是民眾堂的 對 但他們都會堅持說 他以前不是 他以前是民進黨的 他以前是國民黨的 重點是你們就收這些 把這些人收在一起 對啊 最近還有一個是那個李全教 我就說他們就傳直銷 他們一直在收 別人不要的東西 老鼠會嗎 李全教 李全教就是真的是 之前 他是國民黨的 然後他那時候 在議員議長選舉的時候 就有被判會選 是買票 是不是 對 他有被判刑 而且有遭截職 他之前有一個 他有入監耶 他之前有被關過 對啊 他之前有一個很荒謬的是 他被那個指控 他有害死一個小魔 哦 是他哦 就是當時有一個 有一個模特兒的爸爸 出來開記者會說 就指控李全教 曾經在 NTV 他還在NTV是什麼嗎 就是在那個 看電影的包廂 有好像有性侵 他的女兒 然後造成他 間接造成他女兒 憂鬱症 然後自殺過世 然後因為 他就出示 女兒的遺書寫說 李全教讓我身敗名裂 心靈受創 啊 然後 我有看到了 可是因為 死者的朋友就指出說 他一次有讓他 有 餵他吃毒品 什麼什麼的 可是這件事只是 那個 爸爸的 單方面指控 然後後來有 地檢署調查 因為無法認 無法證視 他們兩個認識 所以不起訴 蛤 不起訴 因為我現在 你要有證據啊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寫說 那個女生的手機裡面有李全教曾經傳給他的簡訊 嗯 對 可是 但這個已經定驗了 他簡訊寫 我卻不著 我想你 打給我 英文 英文 I can't sleep I cannot sleep Call me 韓韓韓就是不起訴 就單方面的指控 對對對 反正就是 你是個爭議很多的人 很多爭 很爭議 大家也是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這個 李全教 當時大家是打說 啊國民黨你們一直 罵民進黨染黑 結果你們自己有李全教 嗯 就已經被打成這樣子 然後國民黨都想說 啊 就是要不要切掉 切割了 連國民黨都不要的 殊不知他去接受民眾黨的懷抱 不是啊 因為民眾黨連呂美琳的背心都做好了 對啊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欸對耶 大家還記得呂美琳嗎 就是那個基隆市 你 你逃打那個 對 你是不是逃打那一個 然後就 也是被刺激 然後發現他們 那個民眾黨 有競選背心 對 把呂美琳的競選背心做好了 他到底怎麼被發現 怎麼有 怎麼有辦法發現這種事情 他就有很多管道吧 然後扣人者都說 柯文哲就說 不是不是 他沒有正式入黨 他說這是我們釋出的善意 對 他說我們一直有在接觸 什麼意思 你說他的意思是 民眾黨一直有在接觸很多市議員 然後為了以表善意 我們會先幫他們做好背心 可是你不覺得這比呂美琳 自己想要加入民眾黨 還要好 還要好笑 那代表你們本來是想去找他 對啊 那根據市長毛的說法是 他意思是 他應該本來就是準備要入黨 只是因為被罰 鬧出 因為柯文哲說 因為後來呂美琳出了一點事 案子就停在那裡 等一下 所以他應該是在說 逃打之前 就原本本本來就是要去國民黨 然後是因為 逃打事件後嗎 好像不是 你剛剛講錯是民眾黨 好像不是 好像其實他 就是事後才要入黨 就是逃打事件過後 準備加入民眾黨 然後被發現 所以太丟臉了 原本想說 靜靜悄悄默默的離開 那個已經沒有用了 陷入了危險邊緣 你有catch到 好棒喔 OK 我們講回來 高鴻安 他到底是 那個 他只是住房子而已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大驚小怪呢 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那個 上禮拜就是 因為他一連 不算開除吧 我們覺得像開除 但就是 人是 借知 人是異動 也是一些 靜靜悄悄默默的離開 對 然後也是陷入了危險邊緣 對 欸 陷入了危險 後面是 後面是 背一背 呵呵呵呵 我想想說少兩個字 嘛反正當時那個啦 今年二月的時候 新竹市政府就有說 那個他們要做一個 新竹棒球場工程體檢會 嗯 成立 嗯 民眾黨才會笑 民進黨成立 愛成立什麼 那個什麼會 什麼辦公室 對 啊你們自己也還不是 因為棒球場要成立 然後就說要 折 折 就是 命令那個啦 就是蔡立 請 就他們的 就那個檢察官副市長 嗯 擔任召集人 這是今年我看一下 今年二月的新聞稿 意思就是我們會成立這個 專門調查的委員會 那算委員會吧 嗯 然後會來體檢 新竹棒球場 嗯 然後由副市長擔任召集人 然後在 隔了不到 多久啊 我想一下 也是大概 七八個月而已吧 對就上週 就上週 然後因為上週他把那個副市長 呃 轉掉嗎 就是祝他任重道遠 嗯嗯嗯 就請他 就是 就是說再見 再見不會太遙遠 哈哈哈哈 反正不是想 如果有緣 有緣就能期待明天 反正就人事一動 然後大家都想說 欸就是這個 蔡立青才上任八個月就離開 然後當時不是 就是你才說要請他來 調查棒球場 對啊 就新竹市政府又發出一個新聞稿說 副市長無擔任 負責棒球場的任何的職位 蛤他們又假裝沒這件事嗎 他說全案都是正風處來調查 我覺得這件事情演變到明年初 我們可能剛快完年 會不會其實說 沒有新竹棒球場這件事 根本 沒有這一個建置物 因為已經變成新竹秋紅谷了 其實根本沒有 其實根本找不到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嗎 地址到底在哪 欸變成秋紅谷其實 其實並不 因為大家之前開玩笑說 會不會歪歪變成秋紅谷 但其實不 這個可能性蠻高的 哈哈哈 就是會變成一種 光光景態 曼德拉效應 因為秋紅谷就是當年 台中市的一個爛爛工程 是 他就是要蓋什麼 忘記是什麼 忘記是什麼 BOT什麼案子 就類似那種 展覽館或會議廳的那種案子 然後建商就已經挖下去了 就類似機台建設 已經挖下去了 已經開始在做地基了 對 然後挖了 就因為挖就有洞嘛 然後 可是就因為一些爭議 合約什麼的 它都爛在那邊 然後下大雨那邊就淹水 就洞就淹起來 然後台中市民就接受 那個地方那麼爛 就是就像一個廢墟一樣 這麼多年 哦 那個時候是胡志強 對 然後後來 胡志強 後來他才想說 啊那我們就順著這個洞吧 改成一個 自然生態園區 那你知道 這一步也算是聰明 可是你知道前陣子 不是高雄有那個 志宏池有收容水 就是水有到志宏池 就是人家說什麼 籃筐 籃筐淹到 可是因為 河底我們做 球場什麼是合理的嘛 嗯 然後你淹水就是 籃筐被淹掉 籃筐不怕水啊 籃筐會游泳 哈哈哈哈 好爛 籃筐 籃筐可以在水裡面生存 好爛 可是你知道 秋紅谷的池 池底有一個觀景咖啡廳嗎 蛤 就是 你就當初蓋好了 然後結果 因為後來不蓋了 就放在那是不是 那要給誰 給誰喝啊 小北人魚吧 愛麗兒 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志宏池底下 可以做一些清水測試 就是你可以做布刀啊 你可以做 呃 或者是座椅 或者是球場 大家 這個這個這個 你做一些不怕煙的東西 不是所以是 岩下之意是 旱災的時候 台中市會多一間咖啡廳 就是 就是 是這個意思嗎 大家要特地去那裡 就是 因為那個底下建築 有必要嗎 不像是 可以經歷水淹的 因為志宏池 我們的目的就是 事實說 如果真的發生大雨 這個地方可以淹起來 它可以淹到 可能跟地坪線 七坪都OK 可是它底下去有一個 移動建築物 然後我上次有去經過 就想說 啊 這邊很漂亮 沒錯 但又想說 真的可以淹嗎 就是水真的可以進來嗎 因為水進來 基本上底下就全會了 反正蔡立青 而且她請辭的這個消息 是在她去日本 畢業旅行的時候 突然放出來的消息 你說蔡立青沒有去 沒有去日本 是高宏安去日本 畢業旅行的時候 所以高宏安的畢業旅行 也是蔡立青的畢業旅行 但是她人沒到 她就沒有去 她只有去學校自修而已 對啊 她畢竟要把握時間 好好出去玩 畢竟下次出去玩 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嘛 然後因為那個 錢康明是本來在哪裡 民政局長也是文化局長 文化局 對文化局局長 她原本是劇場的人 然後她有說 因為她有指控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 我們覺得還沒有 目前就有單方面的說法 我們先不說完全 我們賣個關子 等到過幾天 事情比較明朗之後 我們整個唱給大家聽 可是她有講 她有講出 按照本來的那個 用唱的 她有講說當時那個 早就決定要去岡山 岡山就是 岡山是日本岡山 嗯 早就決定去 我剛剛確實有誤解 因為是高雄 早就決定去岡山交流 然後但出發日當天 才決定發布人事調整 就是為了要減少那個 就希望大家會多關注 高同漢出國 但其實大家還好 對 有啊我蠻關注的啊 我很在意 她出去拍了什麼美照 她就 那個錢康明就說 她覺得他們是發 出發當天才發新聞稿 然後9月8號 再發新聞 那個棒球場的新聞稿 就是為了要讓那個 人事調整的衝擊 撿到最小 但沒有成功 因為就同時 爆出了豪宅跟豪車事件 哎呦 那就是租了那個豪宅啊 我差理問一下 所以蔡立清被請辭 是在 不知道 目前只知道 前 總之她不在那個位置上 目前只知道 錢康明是 她是說她被通知要離職 但蔡立清 我不知道她是 被離職還是主動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消息是在高雄安去日本的時候 放出來的沒錯嗎 對 是沒錯嗎 對不對 好 回來 OK 你說她不是被爆出那個豪宅豪車的那個 對 然後她有秀出 她上個禮拜有秀出那個租約 然後以及她還有匯款的 她有轉那個租金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租金太多 對她把他碼掉了 對她把他碼掉了 欸我覺得很好笑就是你那個豪宅你怎麼可能只租一間房間 她說她只租一間房間 鬼才姓欸 我有看到 是你講的嗎 還是誰講的 就是說 以這個邏輯再接下去 如果她在坐名車上班的話 她也不是有那個名車 她只是坐了其中一個位置 對我租後座可不可以 但不無可能喔 因為像麗莎有室友 我也有家人 你也知道有些人真的就覺得 就覺得她只住在她自己房間 就是外面的都跟我沒關係 什麼哪邊有什麼 土啊有垃圾啊什麼都與我無關喔 我只住我房間喔 你應該有明白 有些人真的是這個想法 都好像不無可能吧 還有可能真的把外面搞得很髒 然後都說 我只住這個房間 有可能有可能 可是那個房間也是被人家抱說 那個好像所有產權的那個人 好像也是賤商還是什麼的 但是你知道 真的有人來我們的IG就留言 就說 什麼 雞蛋幾億不講 然後什麼 綠能光電幾十億不講 欸 不好意思 這些我們都已經講過了 欸 雞蛋 等一下 等一下 但她最後就是說 然後講人家做寶石節 做寶石節怎麼了嗎 啊因為我做不起 我仇富啊 不是 問題是今天的關鍵在於 利益收受 對啊 對 如果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交代這個來源 而且為什麼你偏要做寶石節呢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欸 雞蛋那個有啊 有利益啊 連她說你明明進口是這個價格 怎麼最後賣出去另外一個價格 你怎麼有多收錢 不是啊 是承辦齁 你在看 真的啊 是真的有人這樣講啊 她說 她說 她說我們調查 我們 不然是要送給大家吃嗎 她說那個 你明明進口過關的那個時候 價格是多少 你現在 你竟然最後賣出去是這個價格 認真的啊 這可是在哪 這真的啊 在哪裡 很多人說 她就說有那個價差 不合理啊 我真的祝福大家都買到成本價的iPhone 哈哈 不是欸 大家在講什麼 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 就是你 你不可以賺到任何一筆錢 嗯 你即使是幫助 我覺得這種想法也很容易在一些什麼NPO的工作上 NGO或什麼社運 對 NGO還好 NGO有會啦 NGO如果 沒有 NGO其實一般企業公司也叫NGO 因為NGO的全名其實 是非營利組織啊 不是非營利是NPO NPO嗎 是說為什麼 不能拿那麼多 不能拿那麼多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 有一些NPO的組織 一些員工也不能拿太高興 那政黨也是啊 那政黨也是啊 林非凡拿多少錢 欸可是 說到林非凡 你知道那個有人做一張表 把他跟施淑婷 擺在一起 我跟施淑婷 施淑婷是誰 就是 施明德的 不是 是那個新竹的 一個 我看一下他是什麼 發言人吧 民政處處長市府發言人 他之前是發言人 拿到他月薪11萬欸 可是其實我也 不覺得政府官員 就一定要領很少的錢欸 我覺得不 不是啦 我覺得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林非凡當時被打成這樣 林非凡念書 他念成那樣子 好歹也好可憐 欸是什麼什麼 倫敦政經學院嘛 因為林非凡如果只有零五萬 我真的覺得 你要不要還國家一些錢 就因為你念國立大學 國家栽培你這麼久 我覺得念公立學校的人 如果 欸這個想法有點偏激 但我覺得你如果你是 因為很多人之前 在罵那個學費補助嘛 所以我幹嘛補學電載念書什麼的 那公立大學都是國家補的啊 對啊 然後我也只有一個想法 立場是認為 念國立大學的人 如果你混得沒有很好 你應該要 對社會有一些虧欠跟抱歉 因為國家 國家看你會念書吧 給你比較便宜的學費念書 你如果沒有找到好工作 或是你很墮落的話 你真的要賠國家錢呢 欸是不是有一些公費生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如果你沒有繼續當醫生 或是你 沒有繼續當老師 或是軍校 欸我不知道是不是 軍校的話有 我只知道軍校有 如果訓練什麼的 然後醫學院好像公費生意 也有一個一些規定 對對對 但反正零九萬 就是被大家喊成這樣 就是什麼 九萬好像多 無二不射一樣 就是那個私塾廷廷超多 十一萬啊 十一萬欸 你幹嘛啊 你就管台灣人在諧音梗 對 對啊 因為他的 那十一萬就真的是 完全就是納稅人的錢 而且他 他那天之前 不是有發一篇我很好笑 然後他說他的法律專業紙 相信就有限制 沒有因為他一開始 先是先被爆說 因為他有 他的老公是建商 然後他就發現找不到他 不是基態的齁 不是不是 他財產沒有申報嘛 對不對 就發現他沒有 他隱匿的建商 喔聲音好啞 對今天聲音好啞 他隱匿建商老公的資產 然後他就說 喔我不知道 我只是漏爆 我不是隱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老公 我不知道配偶也要申報 他說大家都知道 我老公是建商 他說他的老公是建商 大家都知道 網路也查得到 我沒有隱匿的必要 是 好特別 你知道那個 他這樣說錯在哪 真的很像高宏安會講的話 因為高宏安之前不是也說什麼 我沒有必要選擇性貪污 對 我沒有貪污的必要 對啊 說我不可能一年只洗六次頭 高宏安被起訴的時候 柯文哲也是說 高宏安沒有貪污的意圖 嗯 然後其實你 才46萬 Lisa就念法律的 應該知道法律 其實不會處罰無知者 你知道 對對 法律對無知者的處罰會比較低 嗯 不是說完全不處罰 但如果你就今天說 啊我什麼 沒有你要有一些合理的 簡情的 啊這樣子 這樣子會 這樣子會犯法 我不知道 哦原來這樣子會 文著 違招文說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是你會 刑期比較低的理由 不太可能 就是我們有一定鬼犯 但我現在忘記了 就例如什麼緊急危難啊 或是正當防衛 有一些還是會那個 這一些才是會讓你的 可能刑度比較低的 我不知道這樣就算貪污 我不知道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做 他可能會有一些漏洞 所以柯文哲那時候表態其實很有趣 就是 他說的是他沒有犯罪的 貪污的意圖 嗯 其實其實從那時候看得出來 柯文哲已經很清楚 他已經不是說我相信他不會貪污 而是他說我相信他沒有意圖 他已經開始在拿出刀子 偷偷割了 因為沒有意圖不代表沒有事實 就是你已經有貪污的事實了 他的次元刀 OK 那施淑婷他這個 他是什麼時候應該要申報啊 就是在他每一年要申報一次 他已經 他其實原本就已經是 因為你擔任公職啊 他是發言人啊 然後就批評那個新竹市立委候選人 那個 林智傑 林智傑教授 因為林智傑教授有質疑高雄安的那個 就是坐車的事情 對 就你坐車跟好站 你又有點規避那個公務人員的那個 對對對 收收收收關係 對 然後那個施淑婷就說什麼 身為 就批評那個林智傑 說他沒有法律轉業 所以你沒有做到最基本的舉證什麼什麼 你污衊啊什麼 但其實林智傑談的只是 我們應該要規避 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 然後下面就hashtag 法律專業我比較相信邱顯智 呵呵 就邱顯智來囉 邱顯智就發了一篇文 在跟林智傑打一模一樣 其實也是在打高雄安那個車子的事 就在講說你違反那個連政倫理規範 就是邱顯智也支持連政署督導陣風出介入調查 邱顯智在怎麼尚未顯智 他都是法律學者出來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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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智 邱顯智 就是 他有時候會突然顯的啦 他有時候會突然顯智出來 哦 對 那他再怎麼荒謬 他也是基本的法律不會 就下面就有人的標記是輸定啊 那你不是相信邱顯智嗎 呵呵 就這件事情不會有 不會因為立場不同 就有不同的看法 除了民眾黨 而且我覺得高雄安真的很糟糕 因為他連 他之前不是自策會 就是自訴他抄襲那個博士論文嘛 嗯 哦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他有主要這件事情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這件事情前陣子要開庭 然後高雄安真的很糟糕 很好喝的那個 對 他還掰理由 他說謊 他說那天有 有臨時會 對 他不想出庭 他跟法院請假說 因為他那天有事情要開會 他說那天新竹市政府要召開臨時會 不課到庭 判能改期 對 然後大家出去翻當天的會議紀錄 啊 就是列了好多人 就沒有 沒有後來是真的有改期嗎 不是啊 你你你年列了這個 有改期啊 因為那個時候是八月底的日期 是是那個法 法院改期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他其實是用這個理由 就是說拜託讓我請假 但是不請假 所以後來會議紀錄上面沒有他 也是很正常的 沒有啊他就沒有出庭啊 不是啊 他是用這個理由請假 不出庭啊 對 麗莎的意思是 他當天到底有沒有出庭 沒有 沒有啊 所以他就是沒有出庭 然後會議紀錄上也沒有 也沒有他 對 我覺得高雄安 其實有點走困著的路線 就是他只要身邊是 聽他話的人 嗯 然後會聽他話的人 其實都蠻沒有 不是說蠻沒 該怎麼講 就是目前看起來蠻像白X的 就是 感覺這些人為什麼可以進到我們的公部門 去領這些錢 只為了去聽一個人說話 因為我們當年已經覺得柯文哲 留一堆奇怪的人在身邊已經夠荒謬了 嗯 柯文哲把整個 不是整個啊 就請 大家有看到那個 眼鏡掉下來的網軍啊 在網 每天在 哈哈哈哈 就這些人都是領國家的錢 就之前PTT上 被人家被抓到的那些人 每天在台北政府就是上網刷 各大論壇 然後留支持柯文哲的話 你如果今天是在各大論壇去澄清事情 我還覺得這個合理性比較好一點 就是邪教吧 就是邪教久了之後 你在裡面你就會覺得這一些 這樣 這麼做是正常的 不是你要做邪教 你自己花自己的錢 你去募款啊 你去戀財 賣馬桶 賣骨灰潭都好 就 全直銷都是賣自己的東西 可是他已經進入市府 對 你是領國家的錢 然後我們在幫你們養這些莫名其妙的人 幫你養網軍 然後我們繳的稅在幫你養 背後還有一個不明不白的男朋友 對 然後 你這些人可以 不受監督 也沒有公開透明 也沒有去申報 然後我們再 繳錢給你 在維護你的 嗯 我不知道在維護你的什麼 因為高皇恩目前看起來很像 對 我覺得高皇恩有一個很奇怪的是 他說 因為他不是那個豪宅跟車子的事情被爆出來 然後他不是拿租約跟他匯款紀錄 就繳房租的紀錄拿出來嘛 才一個月而已 然後他就說 希望本人是如此被對待最後一個人 我覺得可是這件事情說真的 如果以你是一個首長 然後 就地方首長 他出來講體無完膚 蛤 對 他就說 是他講的嗎還是誰 他說體無完膚 就是他覺得他已經完全沒有隱私可言之類的 那個北英女跟匪陶匪 可以再確認一下高皇恩的獎金 就是這個獎學 欸 匪陶匪算是 他是一個獎章吧 獎章嘛 可以確認一下他的資格嘛 體無完膚是這樣用的嗎 哈哈 本人高職畢業 沒有聽過體無完膚是這樣 因為體無完膚 什麼意思 不能這樣用 什麼意思 因為他用的用法很奇怪 他說 反而 好 你先查 然後我講 我是要說 對 沒有錯你的感情生活 那是你自己私人生活 其實我們真的是管不到 你就算今天是政治人物好了 我也就算了 沒有 我們就是需要管他的私人生活 可是我覺得他要被檢視的事情應該是他的一些金錢上面收受的那些利益啊 不是 我們今天檢視他的私人生活是因為你的男朋友一直在干涉新竹市政府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一直在就是賺一個小漏洞 就是因為他跟他男朋友並沒有婚姻配偶的事實 所以他們不需要申報 對 他一直在專這個漏洞 那關於那個他男朋友是如何把手伸入新竹 新竹 新竹市政府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說我們過幾天 好 我們再觀察一下 再唱給他 因為剛剛你有講到他說他一直 他說本人未婚想保有一塊私人領域 不受外界侵擾 然後都說什麼 你要怎麼談戀愛 隨便你啊 他都說什麼 就是什麼 惡意誤穿我什麼 受到誰的溃陣之類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他的意思是他一直被揭露 他說像我這樣體無完膚的公社會見識 體無完膚 他的意思是他被 被扒光了 體無完膚不這樣用的嗎 不是因為 我們今天又不是去管理 男朋友的身高體重外表怎樣去批評這些 我們主要是針對你 就是你們這對情侶 你是不是用你的愛情關係來做掩護 然後生了什麼好處 因為你現在進入已經進入伺服體系了 你就是你做的一切 就是金流任何東西 為什麼會有正風處的這個單位存在 就是因為這些單位都是可受公平的啊 你是市長 但我想要講一句話 我是認真的覺得高雲安沒有 我這方面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但我認真的覺得 柯文哲高雲安民眾黨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事都沒有 犯錯的意圖 他們是單純太蠢 柯文哲就單純覺得 啊好多人罵我 我要請人來幫我講話 然後他認真的覺得 啊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遠房親戚 進來台北政府工作還好吧 就是 傻子不爹 或者是覺得 啊我們要接納不同的聲音啊 請反同家長在性評會有什麼錯嗎 要有挺同也有反同的啊 他很多想法其實蠻愚蠢的 我覺得柯粉之所以 有時候讓我也覺得很愚蠢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默默告訴自己 說我不應該要戴有色眼睛 去看某一些標籤什麼 我也有很克制 但是我真的覺得 現在還相信柯文哲的這件事是 就是你 斟酌發言 斟酌發言 我覺得你們對一些價值上面判斷 你們要自己再審視一下 因為高雲安你看也是 他當年那個林用金 他也是 他就可能比較消貪比較省 因為坦白說 立法院邊給立委的那個錢 是真的不多啦 就你要在那筆錢裡面 去做有效的運用 你要去請到助理 有時候你真的得很辛苦 就是真的會有一些困難 但他就是 他可能就是比較節儉吧 所以不想出很多錢 因為他好像是 民眾黨第一個有 擔任縣市首長的人嘛 他從以前立委 就是你說那個林用金 的確你也看起來 不像是他要貪什麼錢 但你就是做得很愚蠢啊 你就是做到人家不滿意 然後你可能也對人家很苛刻 然後對人家 閒東閒西的 那人家就會不爽 然後講到高鴻鞍的話 最近剛好 我們講一點點K-POP 然後就是 一點點 就是我剛好想到的 那個 滑沙 你知道滑沙吧 媽媽木的 我在問他 我在問他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是那個波蘭首都啊 我知道啦 我知道 我知道 哇靠 波蘭首都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唱的最有 他自己solo最有名的歌是什麼 我不知道欸 Maria 然後反正就他最近 你在轉什麼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 剛好跟滑沙有什麼關係 我要講到了 我要講到 我在撲梗 反正覺得 撲得有點長 然後反正就是 他上個禮拜吧 回歸solo 他的那個歌是什麼 I love my body 嗯 嗯 然後就是反正就裡面 在唱一些說 我很喜歡我的身體啊 你要吃零跟高鴻有關係 我會我會我會 然後 對 然後 他就去上了 認識的哥哥 OK 然後再上了 認識哥哥的時候 因為認識的哥哥裡面 你去 那個節目裡面 你都是要穿校服嗎 反正他就是把校服 改造的比較性感 好 然後這件事情 在韓國引起爭議 就覺得說 滑沙就在那邊 不三不絲 不減點之類的 好 光鴻安 然後 我要說的是 外貌焦慮 就是 所以跟高鴻安的關係是 因為 跟高鴻安的關係就是 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很欣賞 有些人 雖然我們要嘲笑高鴻安 然後 但是 攻擊他的外表 就是會一直拿他 他據說是什麼 曾經有難過說 徐千情是真的比自己漂亮 這件事情 這是謠傳 這是謠傳 沒有證實 我也不知道哪來聽說的 好像也有聽說 他為了這件事有哭過 他是問記者 對對對 然後 我就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 嗯 感覺他是個 其實有點自備的人 那我可以 其實對外貌是有焦慮感的人 我可以說他長得很像麗萍嗎 應該可以吧 麗萍是甄嬛傳的角色 是 是真的像 我真的覺得很像啊 但是有些人就會 很喜歡講他 什麼鼻孔安啊 什麼這種 我就會覺得 真的沒必要 是他在地方接受媒體訪問 他問媒體說 徐千情真的比我漂亮嗎 我就覺得這句話 他好像真的蠻自卑 才會很介意這種事情 才會講出來對不對 然後 然後因為又加上 我上禮拜 不小心透露我很漂亮 可是如果他都問了 我們還是要幫他回答 是真的比你漂亮 不是 因為上禮拜 我不是不小心透露 徐千情真的比高雄很漂亮 好啊 哈哈 反正 我真的非常透露這件事情 說 我自己很焦慮欸 真的嗎 我自己心裡面就想說 幹要是 有時候很有自信的大喊出來 可是 可我有時候會有點後悔 我講過話 可是我對外貌批評 一直有一個那個做法 是我一直覺得 別人長什麼樣子 跟我們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這個人 曾經批評過別人的外貌 外貌 外貌 就是如果這個人 曾經對別人的外貌 或身材 而知識點點 我就會用他 期望的方式對他 例如 科恩哲瑩就是一個醜八怪 你就是一個 因為他就也很愛 對人家的外貌 知識點點 我常會講 科恩哲瑩 鼻頭上的那個 痘痘 還是那個到底是什麼 有一個東西 腫了八年 我沒有 因為我一直不敢 不是我一直不敢 仔細看他 就是像科恩哲 你曾經說 女生不化妝出門 嚇死人嘛 你既然 你希望這樣對待別人 那我就會 科恩哲這樣講 我就好好的 其實是你的外貌 你這樣子對科恩哲 沒有人會反對 但如果你今天 很少對別人外貌 表現出什麼意見 我就不會對你 我覺得是這樣比較公平 就是你 你希望怎麼 你希望這個世界 怎麼對你 你就會怎麼對別人嘛 嗨 你也想做Podcast 開始嗎 上FIRSTORY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輕鬆實踐 動態廣告置入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分潤更易自 當你自己的 SugarDaddy 歐媽咪 所以我其實常常會對一些 就是我上禮拜才 再不爽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對別人的外貌 有各種意見 對 或者是出去喝酒 說出去玩 說今天都沒有菜 你去照個鏡子 就說明大家也是這樣想的 欸我 對 我覺得尤其這件事情 去批評別人外貌這件事情 我認為 在男同志裡面很嚴重 因為我說真的 我有更多的朋友是男同志 我本來女同志的朋友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在跟他們想 而且男同志講話都很賤 對他們有時候嘴巴很賤 我是真的會被氣到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會很容易就開始 品投論足別人 在各個場合裡面 我覺得 這個生態我不了解 但是因為他們不會罵我 我就算 我就先算了 然後大家都不 大家都不願意接受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會這樣做 我這樣做怎麼了嗎 對 然後你如果呼籲大家 不要這樣做 他就說 啊你少在那邊假到學 你一定也會罵別人 假輕膏之類的 對對或者是在 用言語性騷擾別人 我不知道肢體會不會 但是男同志我看過 真的是蠻多會 可是我自己覺得 假設今天是我跟我 很好的朋友 一對一私底下的私聊 我覺得難免 就是會講到 但是我們講到 我們剛才想要 想要宣導的是 就譬如說 你已經讓別人有壓力了 就是在 公開的譬如說 社群上 或是什麼的 留言的地方 去 講這些 他本人可能會看到的地方 去講這些 我覺得這樣就不好 嗯嗯嗯 然後或者是我 之前在健身房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聽到 就是他在跟教練聊天 然後就說什麼 我們來看 就是整個健身房裡面 哪一個是我們的菜 哪一個最醜 然後就說 你看那個好吃的 那麼肥之類的 就是認真的 認真的 我就想說 這個嘴巴 可是我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等器材 我會傳訊息 跟 我有一個朋友 很常跟他聊天 然後只要在健身房 等器材 然後有人在那邊滑手機 占用器材 我就跟他說 那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都來運動了 你還不 你還在滑手機 然後你是東張西望 你一直在 欸說不定他是在間隔呢 他可能就是在 主間休息 對啊 這可能要做五組 他現在是第二組 要接第三組 你其實現場看得出來 他是在主間休息 還是在玩手機 有些人還在上面打電話 什麼 然後我不是說要批評他 而是說會很不爽 覺得你要尊重好這個器材 大家都可以使用 你其實都有走道 有走廊 有沙發可以休息 對啊 然後在這種情況 我就會很火大 但我不會 覺得他要怎樣 可是我會希望 他如果是希望 去健身房運動 那你就要好好的 珍惜這個時間 因為你就 滑手機不會 你不會做到你要 做到的事情 我前陣子有試圖 要認真 培養出 在健身房運動的習慣 後來我發現 我實在太不適應了 因為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台北市吧 因為現在最近這幾年健身風氣 蠻旺盛的 然後大家 就是健身房都好多人 你已經是蔡依林了 你還要去健身房 不是 因為我有一陣子覺得 我很泡芙 體脂好高 想上去跑一下 然後我就在那個 欸 那如果我在跑步機上 看甄嬛傳 不會啊 因為你在跑啊 對不算佔用 跑步機很多人都看影片 對 可是我又覺得 健身房人好多 然後 我就太哀人了 所以我就會 沒有辦法 我不敢去表達 就說 我在等下一個器材 我跟你講有人會 我就覺得沒有空位 好啊 那我離開 因為我上次離開 離開這間房 那天有一個女兒在講電話 然後就很抓狂 然後他就 因為他太抓狂 他在電話中 把他發生事 每一句都講下來 嗯 他說剛剛竟然有 Gay 就是Gay 我旁邊那群Gay 他說 我在上面滑手機 他說我很自私欸 他就講到快哭出來 他說 他們說我很自私欸 然後我都經過 想說 是發生什麼事 對 阿是有講錯嗎 對 然後我就笑出來 想說 天啊好好看 我就故意 電梯來了 我還是沒走 我就一邊坐在那邊聽 他都再重複一次 我只是在電梯台上滑手機 他們說我很自私 你就是真的很自私 對你真的很自私 然後我們說 現在再加一個Gay 跟一個女同志都說 你很自私 然後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偏尷尬的 對 我連排隊都不敢 因為有時候排到 超過一個時間 他也沒走 你會覺得好尷尬 我真的太怕尷尬了 然後也怕他有壓力 沒有我們講回來 就是那個 外貌 外貌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點想要提倡 雖然我討厭高鴻 我們要提倡什麼 就是不要去 一馬歸一馬 一馬歸一馬 因為我有提倡一個 說別人可愛的運動 我自己內心提倡 可是你只有堅持一兩次吧 沒有沒有 可是可愛的意思 不是醜得很均勻嗎 沒有沒有 因為 因為我小時候 不是吧 不是啊 我記得維基百可愛 什麼的 什麼字典的解釋 因為有些人會說 這個人很帥 或這個人身材很好 但我覺得可愛是那個 加總 加權的那個 總分 就是 形容 就是這個人 我知道有一種能力圖 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六邊形的 那一種 它是開最滿的 對 我覺得可愛是 就各方面都很 就是很 很舒服 很均勻的 我小時候還蠻沒自信 比現在沒自信 一百倍吧 我高中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出去玩的時候 都會覺得 自己很瘦 很醜 然後我會很沒自信 然後 可是如果那時候 有人來稱讚你一句 就是朋友 然後你就會很開心 然後我長大後就發現 欸 我長大後相對在同志圈 比較自在一點 然後我就蠻常會 看到很多人 誇獎別人 我覺得說 那個人蠻可愛的 或是這個人蠻可愛的 但其實我沒有仔細看 我只是覺得 第一眼覺得這個人 想要給他一點 蠻說的 我沒有跟他講到話 但我就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 欸剛剛那個蠻可愛的 然後我就在朋友中 被大家覺得我是花痴 我誰都可以 對 不是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對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我其實私下聊天 也常會說誰很可愛 就我會習慣 然後我們常常 導致我們常常 然後摸不清楚你的菜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 你稱讚一個人可愛 代表你要跟他認識 結婚 並且 你會覺得是有 就是有 進一步的那個 信息引力的那一種 那就是你啊 我也只是說 那個超商店員很可愛而已 沒有 但我真的有動心欸 我沒有說他不可愛 我沒有說他不可愛 對啊 但是你的講法 是感覺有動心的那一種 你感覺是有點 要騷擾他的感覺 嘿嘿嘿 對啊 然後我的意思是 大家可以設想的是 如果你今天出去玩 你今天去任何地方玩 你去朋友家聚會 或是你去朋友家吃飯 或是你去酒吧喝酒 你到底是期望 遠方有人指責你說 欸幹那個好醜 嗯 對 那個人好胖 那個人好瘦 或是欸那個人怎麼穿這樣子 還是你希望你不喜歡 聽到遠方有人說 欸他長得還蠻可愛的 嗯 就是兩者插起來 你出去的 就是你剛剛講的 你希望別人怎麼對你 你就怎麼對待這個世界 因為坦白說 你真的要去挑毛病起來 其實沒有一個人是一百分 對 是沒有錄音這幾天 我也回家裡一趟 然後就是可能有跟我爸合照 或幹嘛的 因為是我哥幫我拍的 我一拍完出來 我想說 幹這照片也太醜 就是我怎麼會 看起來體質好像有40的樣子 然後我就 就覺得說 你就罵你哥嗎 不是 我就想說不行 可是我又在節目上面說 我很漂亮 這樣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想要更正 我只能說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啊 我只能更正 就假設哪一天不小心 跟光雨一樣 我被拍到了 光雨 光雨 夜光家 壓比那個光雨 對 就是因為我會先把 最糟糕的那個 結果想到 就是我 我只能說我CP值很高 哈哈哈哈 我懂我懂 別人問我體重 我很喜歡爆高 然後在想到那種 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 就是享受這個過程 對對對 ok 沒有 然後我就是 講到 就是我就突然聽到那個 I love my body 就是華莎 那一首歌 然後就要穿回來了 對 所以 我那個是才突然覺得說 呃 因為我就不是說 我覺得自己看起來體脂是 可是華莎 體脂很低欸 你怎麼知道 你嘴巴嗶嗶 哈哈哈哈 反正我就是 就突然又覺得說 我真的是從小到大 都一直在嫌棄我自己欸 哦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出生在亞洲家庭 哈哈哈哈 打出來 因為我也是 因為我媽前一陣子才 又跟我說 欸妹妹 你不覺得你最近太胖了嗎 哦 嗯 你媽 蛤 對 然後因為 因為他最近因為就是 膽結石的關係 有瘦一點嘛 他就是在那邊給我驕傲了起來 你就要因病 因病消瘦 然後再驕傲 哦 你不覺得我瘦很多嗎 我這樣子暴瘦 我好擔心喔 他說 可是他的語氣是上癢的 可是他的語氣是上癢的 有尾音上癢 對 他說明明你現在幾公斤 你要不要也減一下肥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 我不覺得我需要減肥 我的BMI很正常 然後我體脂就算變高 呵呵呵 我也是有在運動 我說我不覺得我需要減肥 我覺得我那時候其實還滿生氣 家人的關係 對 你沒有因為這樣子身體不好 我覺得都沒怎樣啊 對 我就說 就說 為什麼這個社會 對女生的要求要這麼嚴格 而且長輩很容易 自己根本沒有在運動 也沒有在節制飲食 然後對邊一間角度 喜歡貶低 你來表達他的關心 可是我過 我這幾天 就是跟我爸見面 我爸其實見到我是說 你是不是瘦了 我就說 你是好會自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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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所有亞洲父母都這樣 黑劇的誰像是 我覺得 沒有沒有 我覺得要看證據 有啊有證據嗎 你不要 戒指我們看不到你爸爸在那 我覺得要看有沒有隔代 因為有隔代的話 阿嬤都會永遠覺得你太瘦 不是 我說爸爸 我爸我就說 我就說沒有 對 反正 然後我還因此 我其實是對他有點生氣 因為我就覺得說 就是你們這些話 害我一路碰到 哈哈哈 放鬆自己又沉淪 而且那個 跟就是有時候 有些朋友看到你會關心你 很多人都會先關心你的外表 對 欸你是不是胖了 你是瘦了 可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人到底是在增重還是減肥 有時候很多人的評語 會不小心傷害到別人 像很多人看我 我就說 欸你是不是變瘦 我不是說你 所以很多人會說 什麼你是不是最近變瘦 我就想說有嗎 我很努力在吃飯 可是大部分的人聽到 你是不是變瘦了 應該都是開心的 但他們就是 沒有預設到 我剛剛是一開始就說他瘦了 沒有 因為我是真的 腸胃炎 他是真的因為 拉拉扎太多天 然後我也很討厭 因為我有時候會在網路上分享 就可能IG或什麼 會貼自己吃什麼東西 然後就有很多人說什麼 你要注意你的三高 你要注意你的健康 你要注意你的什麼 體脂肪什麼的 那我就是想說 恩恩恩恩 好 謝謝 我就會 可能按個笑點或愛心 我這邊呼籲 大家如果知道我本人是誰的 麻煩不要再留這種東西 反正就是我去 我就回屏東嘛 然後就跟我爸還有我哥們 就一起去看了我阿婆 阿婆現在在養老院 恩 然後我之前不是說 我很恨他嗎 真的要恨你阿婆 對對對 我確實蠻討厭他 所以你有打到我說的嗎 你有虐待他嗎 不是 他就 我之前不是就說 因為我就是真的太討厭他 我就覺得說 我要放過自己 我就再也不想要 祝他母親節快樂 對 然後因為 他也很久沒看到我 然後這一次 我就去看他的時候 我就是很會在大人面前 裝一個 乖乖的小孩 就 恩恩恩 阿婆 你有沒有呀 那之類的 反正 他就是 又在那邊說 你要存錢 你知道客家人 恩 哈哈哈 你要存錢 那你 又開始 因為他就是有一種 傳統婦女那種 受害者的情緒 是 他就開始講說他 我小時候多難待 我多愛頂嘴 我多愛忽逆他 然後常常跟他吵架之類 然後講 然後或是 一切都是為了我好 之類 自己講一講 講哭了 然後因為 好客家人 他們很愛 很drama 但是因為 他 他現在 都坐在輪椅上面 恩 然後 看起來 又變瘦 然後很像小朋友 我就 突然有一點 不捨 就覺得說 就像我們之前 其實有錄過一集 但後來沒有上 就是在講說 我們是第一次當小孩 哦 那個沒有上喔 沒有沒有 那一集有點不太好聽 但是裡面有幾個片段 我覺得蠻動人的 我之後會再找時間 就剪一些 我們再聊一次 小故事 然後可能放在片花之類的 反正我就是 就突然意識到說 哦 因為他在我的上一輩 我爸爸那一輩 他生人都是男生 我其實是他第一個 真的養的女生 然後我恨他 也是因為他把我當女生 恩 然後 就把我當成 因為他覺得女生很 就是加一些女生的 框架 重男輕女 對對對 然後我也是 他第一個養女生 然後所以我想說 欸 其實蠻 我就突然 其實也有點心酸 就覺得說 我這麼恨他好像 也沒有什麼道理 恩 客家人 我這樣講不知道 會不會讓你放寬心一點 因為那我自己是 非常不濫情 非常不相怨的那種 非常 冷血的 恩 的上升天寫作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覺得他現在 看起來好像 很虛弱很可憐 但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覺得 這樣可以 消逆他當初曾經 怎麼對待我 造成的傷害 我們老年會這麼虛弱跟可憐 恩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對我來講 這沒有辦法加一減一等於零 哦 我好像聽過這種說法 因為很多人會被那個 你說加一減一等於零嗎 不是 因為很多人在小時候 被父母或長輩 很 淒慘的對待之後 在 長大看他們老的時候 會捨不得 恨他們 會覺得我應該放下 可是他放假之後 又會花一輩子的時間 在恨自己 對 很多人會這樣子 恩 好 OK 我是不會啦 可是這個無解 就是你不管有沒有放下 你其實都還是有那個 因為像我姐就是雙魚座 雙魚女是很擅長原諒的星座 恩 所以他就是通 他也是跟我一起就是 就是承受 以前我媽的一些 精神折磨 可是他久了之後 譬如說 我媽現在最近身體比較不好 他會覺得 他也很可憐 他也很辛苦 什麼的 我就會覺得 又不是我害他膽結實 實在的這種想法 我不知道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因為我的那個 我爸媽很晚生小孩 然後我上次一直想到 要在節目中講 就是呼籲大家過了一個年紀 就不要再生小孩 雖然這個跟現在社會走向 有點落差 因為現在大家都晚婚晚生 或是不生 然後我希望大家過了 至少三四五歲 除非你非常有錢 但拜託你不要生小孩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三十五歲以後 才生小孩 你的中年危機 會跟小孩青春期同時發生 然後小孩出社會的那天 他要面對的不是職場 也不是社會 是長照 所以你幾乎 那個小孩幾乎一輩子 都在照顧家人的情緒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然後我問過很多人 發現他們也都是 只要是晚生的都是這樣子 就是晚生的小孩 青春期絕對爸媽 都在忙自己的中年焦慮 他們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有些會憂鬱症 有些會 幾乎都是在你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大概你 你自己就自顧不暇 你還要負擔他 大概在你國高中的時候 他們就是五六十歲左右 那是他們人生最煩的階段 然後你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他們老了 他們開始生病了 所以你要花很多時間去 照顧他們的心理跟生理 對 但我的意思也不是說 你就是放生爸媽什麼 我覺得基本的 生養的一些 還是要回饋 就是比如說該給的錢要給啊 靜音樂就是要幫忙 陪病 住院 顧院 幹 共產小 哈哈 照顧住院的人之類的 但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也不一定是基本的啦 就是 對 我想表達的重點是 你不要 因為這個社會給你的一些壓力 讓你覺得我必須去原諒 對 我覺得不需要給自己這個壓力 好 可是我一直會那個 因為我家還蠻特殊 就我們家維持在一個 很神秘的互動關係 一個恐怖平衡嗎 家真的蠻神秘的 我們家其實算是 就是其實那個揭露度跟感情 我覺得是好的家庭 就是 很多人是定期回家 然後還撞出 我是好小孩的樣子 然後爸媽不知道 她在台北的樣子 她的生活 她真實的 就是我啊 對 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就是她可能會 回家會比較 變回家裡人的樣子 可能因為我住在家裡 我家又是台北 所以我們就是 無法隱藏 無法切割 對 無法隱藏任何部分 你喝醉回家 就是喝醉回家 爸媽就在那邊看電視 對 然後各種 所以我們家很常吵架 但也彼此知道很多 真實的事情 對 就是其實吵架 那並不一定 就代表你們感情非常差 對 然後你的喜怒哀樂 都是隨時會接受到 因為愛的反面是冷漠啊 對 因為像我們家是非常冷漠的 因為我們就是很愛 我們還要互罵髒話 都罵滿難聽 很有火花嘛 對 但是下一秒 又會問說要吃什麼 對 可是我很羨慕的是那種 我所有定期回家的家庭 他們相對起來的那個 呈現出來的聚會啊 聚餐 因為距離會產生美感啊 對 他們就會有那個 常去 定期去吃飯什麼 但我家就沒有 我家就是會沒有這種生活 所以有時候會想說 可是其實我小時候是羨慕 你現在這種生活的 你說很清淨單純 很有 呃 就是 中國用語叫煙火器嗎 就是很熱鬧 應該是老夫老妻的狀態 呃 應該說很穩定 是一個 呃 當然你才是在你自己的家庭念的的時候 我不知道 可是我小時候就會覺得說 哦 有爸爸有媽媽 因為我家是單親家庭嘛 有爸爸有媽媽 然後還有一個兄弟姐妹 你們年紀差多少 欸 40歲 40歲 對啊 就是差比較少 嗯 我小時候其實羨慕這種 但是其實後來長大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蠻開心的 對啊 就是不要被那種 那個公民課本 教的社會家庭的樣子 給綁架了 這應該可以講 就是我爸 因為我媽很drama 他們從小就很愛鬧離婚 我說鬧就是要演出那個 以前那個安世愛美會 哈哈 那種劇情 我也離家出座小包包 呃 呃 呃 我媽很愛拿 對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你不要拿這種事去 去演給小孩看 因為小孩會有壓力 因為我小孩就是 我小時候就意外的 沒有很在乎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就說什麼 我要跟爸爸離婚了 你要跟誰走 你現在說你自己選一個 那我就很快的說 那我跟你 那那個姐姐跟爸爸 就是我會很快的做出選擇 嗯 我沒有在 等一下 可是你說你小時候 是覺得你很不在乎嗎 我還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 不是就是他 小媽媽 通常家長演介出 希望的是小孩哭說 你們不要分開啊 對 我要爸爸 我要媽媽 還要八點檔 那種劇情 那我就很快的選出 對我最有利的 呵呵呵 那個配對 跟當初說切右手一樣 呵呵呵 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就是隔代教養 然後我就是很恨我 我小時候就很討厭我媽婆 然後我記得我媽 那個時候 她很少來看我們 可是她有時候會打電話來 嗯 然後都是還在 打室內電話那時候 然後 有一次就是 我媽就是想說 欸差不多可以掛吧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們不能再結婚一次嗎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很想要有 你想要完整一點的家庭 然後我媽就 現在才知道 原來那個聲音叫哽咽 那時候就覺得 媽媽講話 怎麼聲音怪怪的 天啊 對 啊現在都問答 我們就留下一集好了 現在有點在 路太強了 內心有這麼純 因為我從小 我從小至今都覺得 我爸 爸媽很愛吵架就該離婚 呵呵呵 我就有說過 我小時候就偏笨 但很多人真的會希望 可是你有經歷到 你家長在你面前大吵架的時期嗎 還是那時候你太小了 對啊 那他沒有經歷到 因為我長大後 蠻蠻蠻 我觀察出蠻多 蠻多厲害 欸幹嘛 蠻多有作品的藝人 跟我認識很多的好朋友 他有一線有一個奇怪 很奇妙的性格 那個性格 我這次稱讚 他有一個很 不是說堅忍不拔 但就有一個很堅定的性格 以及有一個 我不需要誰來幫我 我盡量自己解決我 不要麻煩別人的性格 你就通常發生在 童年有創傷的人身上嗎 通常是單親家庭 就是他可能是有隔代這樣 或是爸爸或媽媽 單一方一樣出來的 就像周杰倫啊 是嗎 周杰倫他是高中的時候 對 爸爸媽媽離婚啊 他就跟媽媽啊 其實蠻多 就不是說單親家庭比較好 啊不是跟媽媽 對不對 他是跟爸爸對不對 他跟媽媽 他都想不要再這樣怕我嗎 所以他才會很愛他媽媽啊 夜會美 等一下讓我講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今天 你們兩個結論系的 夜會美 不是 我們今天是多久沒錄音 然後我一直覺得想說 都給你們講都給你們講 沒有 我是說 我其實好像 我是前幾天看了 就是在講周杰倫跟吳宗憲的恩怨情仇 然後他就說是 爸爸決定讓他去念音樂系的呢 對啊 對啊 可是他那時候不是已經離婚了 離婚是還可以打電話啊 他們還是共同撫養周杰倫 應該是吧 你真的沒有辦法跟Catty搶誒 反正我覺得 你爭不過他的 我沒有說我就是 每個小孩都有那個啦 經歷一些什麼 長大都會有某些地方 他特別的強 例如他從小可能就是 被迫要同理很多事情 他長大可能會比較有同理心 或是他曾經被欺負過 他長大後會多少 有一點點那個敏感度 長大就步入黑道 可是我又說的是 他應該被欺負過 就知道這個 那個 那個 這樣子的 對 就是每個人長大樣子 就不會去欺負別人 長大樣子都是小時候創造出來的嘛 因為你剛剛 因為剛剛那個Lisa講到 他小時候會希望有一個 正常一點的家庭 然後長大後發現 蠻多來自於 沒受過傷家庭的孩子 真的是蠻白目的 就是 就是蠻多 因為我後來發現很多 我很多朋友都 多少有一點 你家裡有一些狀況 是因為我們還蠻能理解 彼此心裡面受傷的狀態 就會有一個那個 缺一小腳的那個感覺 但有些人就是 自滿刀 你會覺得 就是 嗯 你在想 你看 我在想 你在看天花板 不是我在一起的人裡面 我在想說 有誰 不是單親家庭的嗎 對 因為我這邊生活圈 也都是家庭 有一點破碎的朋友 有一點出問題的 對 然後 對耶 我好像 然後我比較沒有辦法融入的那些 那另外一群人 通常都是家庭幸福美滿的人 對 我沒有覺得這樣不好 當然你家庭幸福美滿是 你運氣很好 你很幸運 沒有不好 但那個氣味是你秀得出來的 對但我就沒有辦法 就是跟你深交 好像沒有辦法 好這集真的 錄太長了 我們 我們先這樣 現動的問答的話 你盡量斟酌的剪一下 有問題的 好啦我們還是可以回一條 現動 我怕你剪太多 不用啊我們就變 兩集 就錄兩集 好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謝謝大家 掰掰